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啊,是非常残酷的 国与国之间的竞争都在哪里会发生呢? 有人说在高科技,有人说在经济,还有人说是军事 但是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就是粮食 粮食领域的竞争,没有硝烟,但是更残酷,更真实 别小看老百姓的餐桌啊,那背后可是国与国之间残酷的竞争啊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朋友磊哥,欢迎来到磊哥聊政经 美国70年代国务卿基辛格说过,控制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的国家 控制粮食,你就控制了所有的人类 纵观着全世界啊,世界上所有的强国,无一例外都是农业大国 先看看美国,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业发达国家 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国 以300万的农业劳动力,种出了世界上20%的粮食 再说说法国,法国是欧洲农业最发达的国家 农业现代化程度是非常高的 农产品大量的出口 看那个英国,它的农产品主要来自于法国 就这傻缺玩意儿还垫着脱欧呢 脱欧完之后,这法国农产品在英国不得贵死 真他妈傻的英国人 这日本啊,咱们再说说 日本的农产品一提就是高端的代名词啊 日本是人多地少,没有发展农业的先天条件 但是啊,这小日本啊,却精更细作 在国际市场上能看到 日本产的这水果,还有它的大米 都是高端产品 不管这国家啊,这经济还有科技实力是多么强大 它的背后必须要有农业的撑腰 农业是一个大国实力的象征 农业如果不强,何以民富国强呢 另外,农业啊,是大国贸易中一个最大的一个砝码 农产品是世界贸易中最主要的一个部分 近几年啊,中美摩擦大多集中在农产品上 它比贸易纠纷更残酷的就是现在这个粮食战争 这场战争虽然不见硝烟 但是能左右一个国家的存亡 咱们中国在这方面真的是下了很大的功夫 做了很多的努力啊 而这个美国啊,它经常是以粮食作为一种武器 随心所欲的夺取 而且在定价权上啊,可以肆意妄为 早就成为了美国一种惯用的外交伎俩 中国传统的大豆产区啊 在东北,尤其是黑龙江地区 大豆是生产豆油跟豆粕的主要原料 豆油的用途就是食用油 咱们每天都要吃的东西,这个豆粕很多人不了解 它是动物饲料中蛋白质的主要来源 1994年以前啊,中国的大豆基本上是自给自足 而且啊,还能对外少量的出口 但是随着生活品质逐步的提高啊 大家对肉类的需求不断的增加 中国成了纯大豆的进口国 之后到了2017年,中国80%的大豆都需要进口 相应的是中国人均的肉类消费 从几十年不到10公斤一年 上升到了2018年的59公斤一年 咱再提一嘴啊,印度是4.4公斤一年 这个肉类的消费啊,是判断一个国家是否强大的一个数据之一 中国在肉类消费上现在已经非常非常接近欧美国家的水平了 远超于其他的发展中国家 现在咱们世界上 国际的粮油贸易主要被4家公司垄断 三家美国的,一家法国的 既然中国是75%的大豆都需要进口 他们当然不甘心卖低价了 同时他们希望可以控制中国的大豆压榨市场 把整个供应链都掌握在他们的手里 这就要提到当时了 2001年到2004年 因为炒作中国的需求 美国的大豆价格啊 从415是一路涨到了1064啊 同期中国的大豆也跟着开始涨 导致东北的大豆农啊 开始疯狂的大量扩重 国内的压榨能力也开始大量的增加 然后就到2004年的4月份了 国内外的大豆价格是突然暴跌啊 短短7个月的时间 美国的大豆从1064一路暴跌到500 拦腰斩去了一半还多呀 国内的大豆价格也是一样暴跌 很多豆农啊都血本无归呀 而更加悲催的就是国内那些压榨企业了 他们进口的大豆还飘在海上呢 价格啊就已经拦腰斩断了 不得已啊 他就洗船 宁愿付违约金 我也不要你这个货了 让卖家转卖给其他的人 很多国内的压榨企业 由于巨额的亏损是直接倒闭 哎 后面再来看啊 外资的骚操作就来了 外资是趁机抄底啊 收购布局 基本上是把当时中国的这个压榨行业全部都控制在手里了 这就是美国在定价权胜优势给中国带来的打压 可以说呀 当年那场大豆的战争 中国是受了非常大的损失 不过呀 当时也警醒了中国 在随后而来的更大规模战争中是有了充分的经验啊 这些外国的资本 他控制了中国的压榨市场 他们当然要追求最大的利润 于是啊 从2006年开始 更大的一波上涨就开始了 美国的大豆从500一直涨到了08年7月的1654 当时是涨疯了呀 对于中国的影响就是 当时的豆油从5000一吨最高涨到了1万5万 豆粕从2000元一吨一路飙升翻倍到4000元 导致国内的食用油跟猪肉的价格 在2008年的时候达到了一个高峰 我想啊 经历过当时人应该都有那么点印象 当时中国几乎无能为力呀 因为在2008年以前 中国的粮食储备啊 主要是以小麦跟玉米为主 大豆和豆油储备的很少 中国当时是尽了最大的努力 在2008年3月份用行政干预的手段 限制企业对食用油的涨价幅度 同时安排中储粮和中粮这些国企啊 直接入市干预 采用小包装食用油 定点供应的方式 把这个价格啊 才给打下来 之后啊 这豆油的价格从3月4号开始暴跌了 短短的半个月的时间 价格就从15000啊 是暴跌到10000啊 让很多空台价格搞囤积的这些商家啊 是直接哭昏在厕所呀 这豆油的价格是压下来了 但是大豆的价格可没办法控制 因为当时主要靠的是进口 于是国内外投机商 直接把豆破的价格 就给炒到了4200一吨啊 之后就导致了 当时的肉类和家禽的价格是直接暴涨 不过这时候有一个更大的危机来了 就是全球的金融危机 随着华尔街雷曼兄弟银行的倒台啊 直接开始了 紧接着2008年金融危机来了 大豆的价格是随之暴跌 从7月初的最高点到年底 价格直接给你砍一半啊 这让当时炒作大豆的这些商家呀 是直接滚回老家呀 中国的豆农当时再一次面临巨额的亏损 这时候中国哎 政府开始大量的收储了 价格比市价要高 又略高于豆农的种植成本 既然国产的大豆不能满足所有的需求 咱们就只能靠巨量的收储来稳定市场的价格 价格低时候哎 我直接收购进来 价格太高 我就抛售进行打压价格 可以说啊 从2008年之后 中国虽然大豆进口的数量越来越多了 但是国内大豆的价格是处于一种非常稳定的状态 当时中国的大豆储备达到了半年 甚至最高的时候达到一年的消耗量时候 再也没有人敢去炒大豆了 所以当时啊 这农产品的投机商啊 全都跑到一些小规模产品上 所以就当时什么 炒绿豆 有一个词叫豆泥丸 然后还有炒大蒜 就是蒜泥狠 但是这些核心品种像大豆 还有这些主粮再也没有人敢炒了 咱们再来看更深层的原因啊 以中国的人口和耕地的面积 中国现在根本就无法让主粮跟大豆同时做到自给自足 这是太难的事情了 所以中国的策略是什么 主粮一定要自给自足 但是大豆可以靠进口来解决 对于东北大豆的种植区啊 一亩地主产粮 是大豆的三倍 如果要实现大豆的自给自足 每年就要搞一亿多吨的粮食的缺口 这是非常恐怖的事情啊 有人说主粮你也可以进口啊 如果主粮也靠进口 那么哎 这中国的境遇啊 可比印度要惨太多了 中国是宁愿每年啊 多花一百亿元 从农民那里收购粮食 让农民去积极的种植粮食 也不能完全依赖进口 因为一旦主粮被控制了 那么你这个国家就被控制住了 以后就要花上可能千亿 甚至上万亿在主粮的身上啊 那么咱们再来看看中国在主粮上做的这些奋斗啊 2006年到2008年 中国对外的资本啊 在主粮上进行了很多大规模的对战 空方就是中国政府 多方就是国际的投机资本啊 国内的买办也跟着他妈捣乱呢 国内的这些小投机商也跟着浑水摸鱼 这场战争啊 当时是从2005年的12月开始 一直到2008年7月份结束 空方大升 这多方啊是全面爆仓 那么2005年底 国际粮价开始上涨 它的理由是什么呢 哎 就是炒作当时 什么呀 全球粮食紧张 就跟今年是一样的 如果按照当时数据 就是全球上千万人口的粮食缺口啊 这个粮食啊 你不吃不行 不吃就得饿死人 它不像这些铜铁铝 这些金属原料啊 价格高了 可以少用或者不用 既然粮食不够 那怎么办 就得涨价 谁花钱多就卖给谁 这是资本的逻辑 咱们就举一个例子啊 比如说啊 一个村里有100个人 每餐的价格啊 是1块钱左右 现在突然由于种种原因啊 只能提供90个人的饭了 让大家净价 那么最后是多少钱一餐呢 我想有人啊 可能是会说 这10%的缺口 可能会涨个5% 或者10%就差不多了吧 但是啊 我从这期货价格走势上 可以告诉你 这价格可以涨到他们无限高啊 道理很简单 谁也不想被饿死 他就会拿出所有的钱 去疯狂的购买粮食 所以这个粮食的价格啊 大家可真别小看啊 他可以一直涨上天 让所有人都买不起饿死 才会恢复平衡 那么咱们就来看了 2005年的12月到2008年的7月 国际小麦的价格 从291是一路涨到1334啊 我的天 这是涨了足足4倍多呀 国际玉米的价格 从185 当时狂飙到758呀 涨了三倍多呀 再贵也得有人买 不买就会有人饿死 但是同期中国的粮价 涨了多少呢 它当然也涨了 小麦的价格 从1400涨到了2000左右 涨了0.7 玉米的价格 从1200涨到了1800 涨了0.7 当时国际的粮价 可都他娘的涨疯了呀 而国内的粮食价格 相比国际 已经算是非常的平稳了 其实啊 这背后可真的不平静啊 国内国外的资本 都想来 都想要炒作这个 事实上最大人口国家的粮价 问题是什么啊 哎 中国有个国家储备 就是常规收储 两年进行一轮 当时这个战争就打响了 眼看着国际粮价 还是蹭蹭蹭的每天涨啊 国内的粮价 也都在蠢蠢欲动 哎 这个时候 中国政府开始抛储备粮了 国家储备粮是开始往外抛 这多方就拼命的哄台价格 全部吃进 造成了一个供不应求的一个假象 你中储粮再抛 多方继续吃进进行台价 咱们中储粮开始抛货 这国际资本啊 他就拼命的开始吃进 造成一种供不应求的假象 之后啊 国储继续抛售 多方再抬价 全部吃进 最后吃着吃着 这多方就发现不对劲了呀 怎么这抛售的粮食 它是源源不断 到最后啊 接不动了 没钱了 要报单了 中国这时候啊 继续抛粮 以前啊 是十天半个月砸你一通 对战最激烈的时候 每一天就要抛一次 当时啊 这些国际投机资本都傻眼了 没有人再敢吃尽了 该报单的全部都报单了 这时候 中国政府放出风声 说中国的储备粮 还有一亿吨 这时候啊 中国 说中国的储备粮啊 还有的是 足够全国再用一年的 没有人知道 中国的粮食储备到底有多少 不过所有人都相信 中国的储备 足以撑死那些炒作的投机资本啊 于是多方开始溃不成军了 粮价轰然见顶 和金融危机的爆发点 哎 这时间啊 高度吻合呀 在这个连锁反映的情况下 所有的大宗价格全部暴跌 这个时间就是2008年的7月份 为什么金融危机之后 西方的那些大投行纷纷的倒闭 唯独中国当时还过得挺滋润的 这背后的功劳可就是粮食的自给自足啊 所以说炒作的人啊 他只要编出一点粮食缺口 紧接着他们就可以让这价格呀 涨上天 所以说从这一套的组合权来看啊 中国是一定要保证主粮的供应 是必须要充足的 必须要做到自给自足 不能啊 被这个国际资本所左右 这背后啊 中国政府真的是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呀 在2008年 中国成功的度过这次主粮危机之后 中国也强化了在大豆 豆油 菜籽油 棉花 白糖 这些经济类作物的储备 有计划的提高农产品的保护价格 扶持国企 进入终端市场 直接进入竞争 哎 当时你就发现了 好多的粮油上面都写着中粮出品 就是在2008年 有一个理论啊 我想大家都听过 就是地球有限说 很容易让人理解这个东西 就是什么 咱们中国人多吃一点 那美国人就少吃一点 所以说啊 中国跟美国的对抗 并不是啊 在其他这些方面上 最重要背后的就是资源的争夺 关于粮食战争的输赢怎么定性 对于国内的专家来说啊 如果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价格的稳定性 是由咱们说了算的 就算作赢了 以大豆为例啊 2008年前的大豆价格 中国是完全无能为力的 完全被国外的控制 2008年之后 尽管当时进口的数量是越来越多了 但是大豆的价格 变得非常的平稳 中国随时可以用巨量的储备 来调节市场的价格 使这个价格不会出现大幅的波动 经过国家啊 对于这些基础类产品 进行一个大量的储备之后 国际上的粮食库存消费比啊 警戒线是17% 但是我国的粮食储备的消费比啊 远远高于这个17%啊 从2004年开始 中央的一号文件连续15年 都是聚焦农村的 没有粮食 你什么经济科技金融 你全都开展不起来呀 所以说啊 这粮食问题是天大的问题 粮食一定要依靠自给自足 那些忽悠把资金用在房地产 而不用在农业上的这些专家 毫无疑问 都是别有用心的卖国贼啊 他们是买办啊 所以说中国啊 有一条什么啊 耕地红线 这是绝对不能触碰的底线啊 所以啊 当我们有能力解决粮食问题的时候 国际资本啊 会尽力低价卖给我们粮食 当我们不能解决粮食问题的时候 或者根本无力购买粮食的时候 这时候国际资本就会趁虚而入 发动粮食战争啊 然后还会找各种理由 对我们禁售粮食 同时炒高价格 那时候的中国可太惨了 中国要不就是无钱买粮 要不就是有钱 你也买不到足够多的粮食 这后果可是绝对非常可怕的 是绝对不能发生的 中国政府啊 在保护老百姓菜篮子跟餐桌的问题 真的是尽心尽力了 下一次粮食战争随时可能会爆发 而我们的政府现在啊 是有能力跟有实力来对抗以美国为首 这些国际资本的 这真的是民之万幸啊 中国人啊 咱们自信起来吧 好了 这就是本期节目 如果你喜欢雷格视频 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